Hello YouTube,我是Jason,我們回來繼續玩Little Nightmares 2 我們上次逃出了那個恐怖醫院 有觀眾留言說那個應該是瘋人院 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們逃出了那個醫院之後,我們來到下一個地方 這個應該是住宅 應該是住宅來的,我猜 嘩嘩 嘩嘩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的影片一開始就說髒話 哈哈 這一下真心嚇人,不是開玩笑 真心嚇了一下 他不是這樣想看電視吧 衝過來看電視就死了嗎 有很多觀眾都在我們那個 不要踢他 有很多觀眾都在我們影片中留言說 你在哪個位置錯過了,還是沒有 那裡是沒有收拾的 那... 因為我都沒有看攻略,沒有看城來玩 所以有很多位置 其實在哪裡有收拾之類 我是... 即是有時候看不到 應該爬上頂就應該會... 嘩,不對 我打算可以把那個梯拔下來 原來不是 對 所以有很多位置 我們未必可以... 找到... 那些帽子在哪裡 那所以呢 有可能我們會... WTF 有可能我們會... 去到最後... 直播跟大家玩多一次 然後再去找一些帽子在哪裡都不奇怪 那... 但是... 其實都沒有什麼機會會發生 通常這遊戲呢 我玩了一次之後 我爆了機 很少會再回來玩 所以... 這個... 未必啊 這班人是聽不到我啊 還是他們不會過來搞我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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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年代呢 那... OK 而... 通常它的帽子 它收藏的位置呢 其實是... 都... 不算很隱蔽 其實都很明顯的 像這邊上面一樣 如果我們可以爬上這個書架的話 有可能上面有東西都不奇怪 但是後面這裡就沒有了 OK 捧我上去開個門 麻煩 謝謝 在洗澡啊看電視 你那個是什麼年代啊 電死你啊大哥一會 雖然在洗澡房裡面有電視機 並不是什麼新的 我們在日本的家 都有 電視機在浴室裡面 OK 跟他走對了 你叫我怎麼猜到 不衝刺 過不了 我們平均 每條影片 失敗 我剛剛想說我們平均每條影片 大概失敗1.5次 應該 平均失敗1.5次 剛才這一刻不計 剛才這一刻不計 因為剛才那一刻是意外 很明顯是 怎麼搞的 OK 然後再跳下去 可以這裡幫我開門嗎 這裡不行 好 哇 差點 差點死 竟然是上嗎 我還以為是下 肯定在剛才那位下面是有 啊 不是啊 我剛剛想說 在右邊這個位 應該是會有 這個 我想說在右邊這個位 有個秘密房 原來不是 那個位應該是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走那邊 應該是 哈哈哈哈 我們地雜夫 地雜夫 你說什麼 剛剛那一刻是很正常的 其實我被他擋了一擋 所以我加速 加速不足 剛剛好 我們拉了電梯之後 我們在這裡 助跑 衝過去 這邊 咦 我這個小孩沒有跟著 他沒有跟著 那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召喚他來 喂 他不懂得來 那算了 我們傑傑 我們傑傑走上去 剛才我在想這個位 是不是有秘密房 然後又可以收拾帽 之類 好像又不是 哦 然後我們要在這裡找鎖匙 開鎖 放他出來 OK 輕鬆 開鎖匙 分分鐘在這個鬼灯裡面 鎖匙 都說的 哈哈 哪有難到我 這些東西 還不定這裡 上面會有 有帽子 這個開不可以 這個也開到 但是沒有 會不會這個箱裡面有 沒有 他這個架上面有帽子 但這帽子應該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收拾的帽子 不是這些 先開鎖 開鎖 然後 再幫忙 放我上去 按這個 拉這個按鈕 那跟著我們再進行升降機 是不是可以去另一個位置呢 不是哦 還是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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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 其實 那這個真的拿來幹什麼 那個真的拿來幹什麼 卡關店 嗯 嗯 他知不知道去哪裡 指引鈕 這個按鈕應該是 如果電梯放在下面 之後我們用這個按鈕 把電梯叫上來 應該只不過是 我想 我懷疑 糟了 卡關店 我們找一下 那條路應該要去哪裡 我知道 那部電梯下了 然後我們站在上面 然後我們站在上面 一定是 除非不是 一定是 我們要站在上面 然後我們等電梯上來 然後我們上去那個電梯頂 是啦 哦 YES 這裡可以拉開 拉開進去 會不會有秘密房 有沒有收拾 小朋友 有 廁紙 廁紙 廁紙沒有關係 它應該沒有那麼明顯 它上面釣的那些 樽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可以扔上面的樽 不是 不是 OK 其實都幾失敗 我們玩到這個位置 玩了這麼多條片 我們還未發現到一頂帽 是不是失敗 其實如果花了多一點時間 去到慢慢找的話 應該是可以找到的 只不過是我們個人 急攻近你 就像這個 這裡可不可以上去 那這裡上去之後呢 會不會有地方去撿呢 不是 但是為什麼這個位置會有 那個電視機那個 那個 轉頻度的時候的那個感覺 那這裡會有 是不是 有一點點 它這些過場位 其實經常都會有一些 有些特別的東西 應該是會有東西撿的 不過這個真的是性格問題 我是不喜歡看工娘的打機 所以呢 如果事前有上網去到有找過的話 應該要找到那些帽子 真的不難 這裡上面沒有東西 有什麼叫鳥龍在那裡 老鼠龍來的 OK 我們拉這個箱過來 開了門 讓小孩子進來 我不斷叫她小孩子 但是有觀眾說的話 其實她是小妹 我猜對了 原來這裡可以爬上去的 但是呢 那個 咦 爬不到 但是那個老鼠房 是什麼意思呢 老鼠房裡面是 這裡可以爬上去的 哦 對 那那個老鼠房是什麼 會不會裡面有秘密的東西撿 但是我錯過了 也有可能 嗯 OK 這裡要一個人拔衣架 另外一個人 他先捕我上去 捕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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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牽著他的手 是捕我上去 等你 但我開了電筒 他不可以 我的電筒因為因為 怎樣 我找到 OK OK 那我自己怎麼過去 哦 他 接我 他會 衝啊 一 OK 呼 繼續上去 剛才那個老鼠房 我都百分之九十肯定是有些東西的 如果沒有理由 他就這樣讓我們進去裡面 但是沒有東西撿 可能是我錯過了 也不奇怪 我們事後再看觀眾留言 看看究竟是我錯過了些什麼 他這一段也挺長的 在室外的這一段 恐怖的東西 除了剛才一開始 有個人突然衝出來之外 然後主要也是 少量 適量解迷 剛才那個升降機的位置 這裡有洞給我躲 這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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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嘩 嘩 蛤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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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幾天在日本地盾板門 大哥 中 孫 RUN,MOTHERFUCKER 他在樓下又死了? 那真是怎樣? 不不不,劇情需要,沒死 哎呀,那個銷牌炸了 快點救他,過去 沒事吧 斷腳啊,這樣 沒事 他差點被... 被沙發砸死 OK,沒事,繼續走 我們是不是掉了電筒 電筒爛了,哎呀 那我們在這裡開始磨一刻 如果去到浩克的地方 不過也證明了,我們之後的劇情 我們不再需要去到玩這個... 不再需要去到玩這個電筒 那也是好事 因為玩電筒其實很煩 大家都知道,玩電筒那個... 那個... 那個... 照些怪的,然後讓他們不動的那個 其實挺煩的 真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拿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拿這個東西 但是... 他放那麼多可以拿的東西 又是電視 第三次出現了這個已經 但是我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但是有觀眾留言說 他裡面看到那扇門 就好像... 第一集的那個... 小朋友... 逃出生天的時候 叫那扇門 有人說 好像... 是不是呢 我們要爆它三次 因為很老實說第一集的劇情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我要看自己第一集的時候的劇情 我才知道 因為已經是四年前了 我們玩第一集的時候 應該好像是2017年 17或者18年的時候的遊戲 第一集是 太久了 我已經忘記了 可能要看回 好像是在我的... 主頻道 好像是 我玩第一集的影片 而且在這個頻道呢 嘩 開到門 嘩 真的看著我 推門出去啦 開到啦 長腿縮縮 還是這個是... 愚... 愚之... 愚之電視 嘩...他在走出來 嘩... 不...不...不... 猜一下而已,說貞子,你真是貞子 你恐怖的貞子 不行,這邊這邊這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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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只可以走那邊,為什麼我要向下走? 地藏褲避一遍 我們這個影片是你很不順暢的 經常在同一個位置,起碼都要玩兩三次才能過到 沒辦法,嘩,狀場呢 跟著小魚生氣,走就沒問題了 這次走得多快 這裡床下 這個位置會不會太明顯了 有時他會被人抓走,有時他會 NO!嘩,吸尖大發 他抓走了 被長腿叔叔抓走了的小朋友,原來都會留下一個影子 是不是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一下 Shit 最後是這貓是什麼來的 這間房間 牆上也有那個長腿叔叔的畫像 還有那隻眼 電視機是玩完了的 他在這裡 那現在怎麼辦呢 應該要去哪裡 我想要進去電視裡面 進去電視裡面找回小魚 真是 這個遊戲呢 相信來到這一條片 大家應該不用說都應該知道了 它就是把小朋友的時候的一些恐懼 小朋友的時候的一些惡夢 把它化成一個遊戲 的畫面來展現出來給大家看的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的這些 譬如說那些長腿大人追著自己 或者看到很多學校裡面的恐怖東西 全部都是小時候 每一個小朋友小時候都有可能有經歷過的一些事件 就將它 即是恐怖化了 變成新做這個遊戲 來展現出來的 電視機有多恐怖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呢 半夜三間的電視機起雪花 其實都幾 都幾恐怖的 現在這個年代 最新的電視機都不會再有雪花 因為都是行Digital的 你以前行電波 的時候就說會有這個 有雪花 但是現在這個 世代的電視機 不需要追台 Digital的 那些東西是 雖然不會存在 半夜三間的電視機有雪花 然後真的很恐怖 我想應該沒有啦 因為我不知道 我很多年沒有看過電視 我很多年沒有買過電視 我沒有擁有過電視機這件事 我最近的十年都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 有觀眾知道的話可以 告訴我 真的喔 我對上一次買電視 擁有一部電視是什麼時候呢 最後一次 我想到真的十 十幾年了已經 十幾年了 我自從在日本讀完書回到香港之後 我都沒有電視機 我自從在日本讀完書回到香港之後 我都沒有電視機這件事 即是說我從06年到現在 15年的時間 我沒有擁有過一部電視機 沒有看過電視 也挺厲害的 但也有一個 我不是不看電視的 我是有看電視的 但我是看日本電視的 香港電視太悶了 所以我也不看 我也是要玩電視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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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找到另一部電視機 然後就從那個電視機出來 回來了 然後問題就是我們要開這部電視 遙控器 電視遙控器 哇 怎麼會打死了 我們有新道具 我們玩完這個電筒 現在要玩電視 電視即是等於傳送門 我們全部電視機可以開關 還可以 下面的電視機為什麼有特別的聲音 突然 在這邊這個 OK 我想我們如果要過去對面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我們可以拔這盞燈嗎 如果我開了這部電視 然後我關掉這部電視機 然後我關掉這部電視機 我關掉這部電視機 然後我在這裏下去 沙發那裏 不是不是不是不用不用 然後在這裏進 不行的 它不讓我進去 現在 What 哎呀 捉蟲的 我還以為是 可以經過這部電視機 穿進去那裏 原來不是啊 那我們可以在這裏 喂 上電視機 可以了可以了 再回 它一定是 兩個兩部連買 就是說 如果這樣 那我們這樣進這一部的時候 又如何 如果我進不去 進不去 那我們在這裏跳出去 拉住這個位置 再跳過來 下面有些什麼 下面也有個洞 哦 帽子 警察帽子嗎 都照帶著先 起碼叫我們有新帽 不用就蓋著紙袋 都算是這樣的 起碼我們找到一個秘密 秘密東西先 剛才我們就看到 阿俠有東西 有通道的 very nice 第一頂的 秘密帽 應該通過出來這裏之後 剛才的電視是有什麼 哦 在這裏回到剛才的電視 oh yes 然後再拔這盞燈 再跳出來 reception area 這是什麼地方 這個 咦 這樣啊 我們過不了去那邊的 哦 我知了 這個車 拉出來 nice 好行行行 剛剛那個位置卡完了 我們放在中間這裏 我們用來搏腳 搏腳就行了 nice 所以其實所有東西呢 都不難解謎 只要細心點去到觀察 跟做人做事一樣 所有的問題都不難解決 只要你細心觀察 還有細心留意 那個 周圍的環境 你就可以找到我解決辦法 所以遇到困難是不應該氣餒的 就好像我們玩解謎遊戲一樣 放棄了 那就完結了 是不能放棄的 嘩啊 直速